我在这边要介绍的是三度空间的向量中 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外积 cross product 这也只有三度空间的话呢 才独有的 这个地方的话呢 假设的话呢 这是一个平面 这个向量我们叫做U 这个向量叫做V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要知道这是在一个平面上 那么U cross V的话呢 是什么意义呢 U cross V就是U V的一个 公垂向量 何谓公垂向量呢 就是这个向量的话呢 这个字念cross C-R-O-S-S 交叉的 那么我们必须要告诉各位同学 这很重要 我们的话呢 如果说他跟他的话呢 求他的外积 他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能够同时能够垂直U 又垂直V 所以它是一个三度空间中的一个 独有的一个向量 那相当于的话来说的话呢 我们要解释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必须要让各位同学了解 U cross V是什么意义呢 就是我们相当于是转 转下去以后 各位同学想想看 转来我们把手拿出来 手的话呢 我们向右转 那螺丝的话呢 方向就向上 如果说是V cross U呢 这样子转的话呢 他的话方向就会往下 那至于说他的计算是怎么计算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现在来介绍 外积是怎么计算的 我们必须要在 一开始就要了解两个向量的外积 它的答案将是一个向量 而不是一个数字 这跟内积完全不一样 那么外积的公式是这样子算的 假设U的话呢 假设叫做X1 Y1 Z1 这是一个三度空间的向量 那么V的话呢 假设叫做X2 Y2 Z2 那么我们在任何的一本线性代数的高中的数学的话呢 这部分的话呢 它都会给我们一个公式 U cross V是怎么算的 U cross V的话呢 是 它写成什么呢 写成这样子 一个 一个行列式的一个写法 这边是I 这是第一分量 这是J 这是K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三个字抄下去 X1 Y1 Z1 X2 Y2 Z2 然后的话呢 再用降阶的方式的话呢 去处理 可是这样的做法的话呢 看起来 实际操作上面并不是很方便 那么我们就拿一个立题 教各位同学怎么样处理 会比较简单 来我们来看看立题 我们的立题是这样子的 假设有一个U叫做 好我们叫做102好了 假设一个V叫做213 3 那么我们U U x V怎么算 我们要直接的来运算会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 怎么写呢 U x V等于多少呢 U x V 是等于多少 好我们看怎么做呢 第一步的话呢 给各位同学一个口诀 U x V 就先写U就对了 我们写102 写两遍 V的话呢 是被Cross的 所以我们写在下面 这个顺序不能颠倒 如果颠倒出来的话呢 刚好就会差一个负号 那么213我们也照抄 213 这边也是写两遍 213 减遍的方法的话呢 这两头我们的话呢 都不要 我们不要了 中间打三个叉叉 用行列式 二阶行列式的方法来算 来我们来看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两个相乘 减掉这两个相乘 这是零减掉二 所以这边第一个分量是多少 是负二 第二个呢 四减掉三 所以是一 第三个呢 一减掉零是一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就是我们Cross出来的结果 就是所谓的公垂向量 那各位同学要不要试试看 这个结果跟这两个是不是垂直呢 那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是否垂直 来 这个跟这个DOT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Check一下 垂直的问题 1-2 1 1 DOT 102是多少 第一个 像头成头 中成中 没有 尾成尾 等于零 DOT等于零 代表我们这个结果 跟这个确实是垂直的 再看第二个 2-1 3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相成是 负4 中间的是 1 这个是 3 真的就是零 所以我们确定的话 这个答案就是我们所谓的 公垂向量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 内积公式跟外积的话呢 中间的比较 来我们来看看内积 内积的话呢 假设这个 这个向量 U 还有一个V 他们的内积是什么呢 U DOT V等于 U向量的长度 乘上V向量长度 乘上中间的 夹角的 余旋 这就是我们的内积公式 那么外积 有没有类似的公式呢 有的 外积公式的话呢 是 U Cross V 他也可以把它写成 U V 但是的话呢 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边cos 的话呢 要改成 sine 再乘上一个向量 单位向量 就是它的 公垂向量的向量 因为 这个 这个不一样的是 内积出来的结果 是一个数字 外积出来的结果 它是一个向量 那么我们怎么做的话呢 可以确保它 这个地方 不要写得那么复杂呢 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加上了一个 绝对值了之后 就是所谓的长度 就会比较简单了 我们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加上它的长度 就OK了 这边就不要 不要那个向量了 那么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让我来介绍一下 这边的话呢 如果两个向量 如果说是垂直 那么 我们是怎么看呢 这边夹角是90度的时候 就是垂直的 向量 两个向量垂直 cosin theta是 90度 也就是说 90度的话呢 它的话呢 是0 dota等于0 没错 那么这里的话呢 万一是两个向量是 平行的话呢 平行代表 甲角是0度 sine 0是0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 利用外机得到的结论就是 如果说 它是平行的 那么 u cross v 会怎么样呢 会等于 0 如果说 u跟v是 平行的话 那么 那么这个结果 跟 内机的部分的话呢 有一个 类似的一个 的样式 我现在来介绍 外机 长度的几何意义 来 我们来看看投影 这是v向量 这是u向量 如果v在u上面的投影 我们怎么看 我们画一个 直角的线 好 来 看这段长度多少 这段长度是 v cos 这边是夹角 叫做θ 所以这个是 v 长度 乘上 cos θ 那么中间的那条呢 这条 当然 各位同学 无庸置疑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v sine θ 一个是cos 一个是sine 那么有什么意义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假设我们把这个u向量 跟这个v向量 我们来连接起来看 连接起来看的话呢 各位同学 看一看这是什么 这个长度的话呢 这是一个三角形 那么这叫做底 底的话呢 长度叫做u的长度 高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的话呢 底乘高除二 就是这三角形的面积 来 我们来写一下啊 底乘高的话呢 是二分之一 底 乘高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外积公式啊 这个长度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写了 三角形的话呢 的面积就可以变成什么呢 这是什么 刚才我们算过了 这叫做u cross v 的长度 所以的话呢 外积的话呢 它也可以协助我们去算平面上面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实际来做一个三角形面积的求法 使用外积的方法来做 现在的话呢 有三个点坐标告诉我们了 三个点 然后要求这三个点 所围出来的三角形的面积是多少 那么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的话呢 找一个最简单的数字 a好了 a是数字最简单的 我们先把ab向量先找出来 来先算一下 ab向量的话呢 算出来的结果是 2 0 2 这是尾减头 再过来ac向量 是 c来减a 那也很好算 是1 4减0 是4 1减掉1 是0 那么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来做的是 ab跟ac 做一个外积 好 我们来cross cross一下 ab向量 先cross ac 向量 那么计算的话呢 当然我们不要用行列式来写 这样子的话呢 又麻烦是又耗这个空间 我们就直接抄两遍 照刚刚我们所做的 202 202 140 140 去两头 打三个叉叉 来写答案 多少 这边的话呢 算一下 这边是 负8 这两个的话呢 2 减掉0 所以是2 24的8 8减掉0 所以是8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外积 可是的话呢 我们要算的是三角形的面积 所以我们不但要把它的长度算出来 还要再除以一个2 那么我们先 就把三角形的就直接列出来好了 等于2分之1 来我们的长度 这个长度就加了一个绝对值 那么算法是怎么算呢 当然就是 第一分量的平方 加第二分量平方 加第三分量的平方的 加起来之后 再平方根 那这边是8864 加上4 再加上64 所以等于2分之1 根号 这边是128 128的话呢 这边就是132 刚好等于4的话呢 是根号33 这边的话呢 是刚好可以提出一个2出来 这边除以4 根号33 所以我们使用了 外积的方式 也一样可以算空间中的三角形的面积